資深這個家庭很多竟然都是父母 那他們的配偶另外一半在哪裡呢 從小都講不難話啊 可是他不知道他們其實是客家人 哈囉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NCQ Playz做初衷 今天的單元是編輯約你吃早餐 我們今天來到台中 要約一位跟921有密切關係的老師 來吃早餐喔 嗨 921我們來了 因為921是我的生意啊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桌上 有兩碗湯還有一碗炒麵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早餐囉 你看看就有哪些東西呢 豬血 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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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關於像愛草的部分 通常都是斑乳鞋 或者是雞絲什麼材料 那這個呢 登登登登 這個好大喔 這個呢是 客家會叫烏龍板 通常有人叫鴨鐵好大 那這個你看就照著芋頭 對 那為什麼叫拉條呢 拉條就是那個一種蜘蛛 好大隻的蜘蛛 那它就讓它的腳臉張揚掉 這樣聽起來有點可怕 用蜘蛛來逼迷食物 但是這個都是客家的點心 所以我們就是 以前在農房的時候 田地裡不夠重 那拿著點心 這些都會變成客家的東西 是因為這個很好吃耶 好好吃啊 早餐這麼豐富 那我們就先開動囉 哇 太棒了 請教 剛才這個早餐真的吃了 肚子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一定要繼續走走 老師要帶我們到 石岡東市地區 這個當時921 之後有一些變化的地方去抓住 然後我們也認識一下 這張當地的一些人文風情 老師我們爸爸 OK 我們再走 OK 我們再走 好剛剛一路上走來 現在我們到了一個 東市的一個核心 這個地方叫橋聖先師廟 這個廟呢 適奉的叫魯班公 那魯班公是我們知道 在我們傳統裡面 它是一個記憶之神 包含木造的工業 它是非常地小的 那因為這個地方 因此變成一個地方 中心性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包含這裡面有 滷水醬啦 或者是打鐵的啦 這些通通都可以 從這裡面的神明像裡面 看到這邊的距離 跟它的關係 看是 哇 我看到這邊的距離 就像一個蚊子 就像一個蚊子 然後一邊跟它 你可以看到 就像一個蚊子 就像一個蚊子 像一個蚊子 這個蚊子 很像一個蚊子 這個蚊子 這個蚊子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一個 很多女蚊子的地方 所以是 這個就是 蚊子最有的 我們的傳統名詞小 也是我們故事裡面的主角 都在這邊最佳的主角 那你看到這些 他們目前因為 伊伊中秋節來到 很多很多的名詞 事實上他們這麼一路 主要是非常非常的喜歡 主要在伊伊這個過程當中 從無到有 其實他們每個人 從自己的生命力上面 能夠展現出那種 堅疹不拔 然後從這個沾那裡走出來 真的相當的不懂 所以你看到後面的 其實他們把他們登場的 獎項成果 顯示他們在那裡做的 你去比我一下 接著一下 如果要看到921的遺跡的話 我想這個是比較震撼的一個點 當時時到928 被921給最狂 這個地方剛好是斷層帶的經過 從石岡 到東市 整個地震帶 造成很大的傷亡 可笑的 老師啊 剛才我們走訪了 山城這塊區域這麼多的地方 當然都跟921地震有一些密切的關係 那現在來到土牛國小 其實康文國好在 我知道在921之後 其實受傷非常非常的嚴重 老師也帶領這個地方重建 是當時非常重要的 執行這裡的一個重要人物 那時候是總務主任 那在921地震發生的時候 您還有記憶 當時的情況是怎麼樣 這個真的是一生難忘的記憶 我記得地震當下 感覺就這次的地震不一樣 趕快就跟我太太兩個 就是打著刺腳就跑了 然後一路上看到很多 不敢去想像的場景 看到整個房子壓下來 就像整個三明治壓在一起 我記得好不容易 我從我東市跑到我老家 新伯宮 所有的家人全部集合到 客家的所謂勾牆 就是那個廣場 那天天氣很冷 大家說在那邊發抖 然後滿天的星星特別亮 當下很多的思緒就是 不斷的有關就想說 接下來怎麼辦 那個時候 整個街道上的景象是怎麼樣 那不敢去想像 你看到那個街上 充斥著很哀傷的味道 建築物是滿目窗 也就像被炸彈炸過 倒塌的 不管是新式建築 或者傳統建築 最哀傷的是 不再哭 其實對於人的考驗 其實是很大的 因為其實我跟老師的認識 是因為我們幾年前合作了這個 《歸頂重生》這本書裡面 當然談到了客家婦女的 一些在九二一地震之後的 一些努力跟轉變 那裡面其實有提到一段是 好像老師有一個學生 那時候在九二一地震之後 其實很擔心老師的安危 那時候 什麼樣的故事 講到這個就是讓我要 皮膚一下自己的情緒 有一天我們在整理的時候 一聲 哇 嚇死人了 怎麼這時候會有電話 拿起來 是我的學生 他說是老師嗎 我說是 您是哪位 他就說他是 叫做謝惠山 永遠記得這個名字 他邊講聲音邊懂 老師聽 活著你還活著你活著你活著 他說 當時看到新聞報導說 整個地震很嚴重 全國史上的數最多的是在東四 史上密度最高的是在石岡 然後我那個學生呢 他發現說老師住本街啊 本街地震那麼嚴重 他不敢去想像 有一天他媽媽做夢告訴他 他夢到老師好好的 你可以打電話給他 他一開始不敢打 不敢缺越了 我覺得說這個真的是 大家自己在教書 教了那麼多年喔 人跟人的關係 其實真的讓我重新去寫思到 那當然在地震之後 地震把所有的建物硬體 給他裂解了 可是人跟人的關係 是不是因為在也有 接受到一些變化 事實上 確實也看到很多的表現 就像我們在書裡面 看到的這個石岡婦女 事實上也是在 九二一地震之後 他們有這個機會 雖然我們不能說 感謝這個機會 可是他們也在這樣子 可能建築物本體的改變 或者人員的結構 改變之後他們也找到自己 可能婦女在家庭裡面 在社會上一個不同的定位 當然我想知道老師 為什麼當時會 以這個題目來當這本書組 這個跟你的碩論有關對不對 是是是 我是因緣聚會說去念 教大的客家社會文化的這個研究所 剛好那時候我在學校裡面 從前也大概有高一個段落 然後接觸到很多的學生 然後有自己目睹的很多的 弱勢學生的家庭 然後自身這個家庭 很多竟然都是婦女 在這樣的經驗裡面 我就會很想到說 我是不是來寫給 關於婦女的研究這樣 其實我們裡面就談到了好幾個 就是客家也會是敏男媽媽 也會在這樣子的過程中發生故事 她可能先生不在了 或是先生因為地震之後 比較萎靡了 他們怎麼樣透過 可能共同的集合結群 有沒有一些其實跟這個還是有相關 但是沒有辦法書寫在書裡面的內容 我們剛剛也有走訪整個山城 它是從以前的農業社會 或者是開發過程中 會集合住宅 那個家族是很龐大的 那這些傳統的立案可能就是 制約的這些傳統客家婦女 那地震把這個結構打散 很多的婦女她要去找出路 那這些剛好媽媽們 有這個機緣可以參與到一些 公共辦理的課程 然後學到這些記憶 而且這些記憶是他們 這習以為常的 萬萬沒想到說以前 進廚房那些討厭的工作 有一天會變成他謀生的工作 在這個階段 客家的男性 在以前的家族裡面的概念 要有所作為或者客家應急的精神 可是那麼大的衝擊之下 她可能沒有辦法一下爬起來 可是誰在支撐這個家 就是婦女 那婦女她的 我們說能動性彈性 就變得來得比較活潑了 很多的工作 她就很容易把她接手 她也願意去付出願意去做 好像最基礎 就像我們剛才在市場裡面拍到的 就是大家會在街市那邊擺 對自己的經濟力量 所以當時其實很多的外來的資源 也想來幫助這個地方 對 包括這一群的媽媽們 對 然後好像是 比如說人家會問她說 那你有受創嗎 或是你有沒有覺得很創傷 可是他們不是這樣看對不對 是 因為畢竟媽媽們要走出這個家庭 甚至到舞台上 這樣的一個過程 有時候 自己的先生可能不是這樣 會有很多的穿樓價值 加渡在他們身上 那回過頭來總是要生活 當下他們不會去關注 知道自己說說 做了什麼樣的創傷 會不會趕快去把這個家庭賦予 我在書裡面現在看到 她說其實他們 當他們走過自己的創傷 他們有能力去幫助別人的時候 他們也非常願意出去幫助 這邊有一句話說 她媽媽說我只要有一口飯 照顧我的家人 能夠正常上下班 還能幫助別人 這樣就很感動了 對 其實我想要跟老師問一個問題 就是我在編的過程中 其實我有遇到一個困難 就裡面老師 因為在訪談的過程中 用了很多的客家話的文字 我想問老師 當時為什麼會一定要堅持 把這個東西保留下來 語言這個東西很奧妙 就是它的傳神在於它的表達 如果說這個表達 能夠比較貼近在地人的話 那它就是比較好的語言 有些話語就是用客家話 講起來是特別的 比較有味道的 能夠表達他們 對 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還不拚喔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 怎麼那麼差勁啊 這個味道就不一樣了 我想好多年輕的客家人 事實上也不太會講 那老師的看法是什麼 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精緻的部分 而且它是一個文化的累積 那如果說 我們把這個錢的智慧 就這樣子 隨意的忘記掉 在我自己教育者的人 人的立場來講 自己有一種舒適 因為你自己做得到的事 可是你不去做 你就眼睜睜的看著它 那一個語言就這樣死亡 至於客家話 現在年輕人真的 很可惜 很多所謂的 阿達阿內 阿達阿內是客家話的爺爺奶奶 跟自己的孫子講話 都是 是屈咎於自己的孫子 他講華語 就跟著他講華語 語言的精髓就不見了 那客家裡面有很多 禮語 諺語 都在裡面 比如說 就是說 這個竹子要很 襯得很嫩的時候 竹要很嫩的時候站 然後後面接著 子要幼稀高 子要很幼少 很幼小的時候就要叫他 小孩子要幼小的時候就要叫他 老師我跟老師學一句好了 老師你慢慢講 我跟著你學 補肉的時候 房子有漏水的時候 你要蹭得好天氣 這樣對 補肉要蹭得好天氣 對對對 補肉館厚天 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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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是 補肉館厚天 特殊 特殊 就是說 補肉的時候要蹭好天氣 讀書的時候要蹭少年 哇 很厲害 謝謝 我想其實 語言的部分 包括文化的部分 都透過很多的 比如說包括我們的書籍 還有老師 就是再繼續傳承 這個部分 那語言真的要多練習啦 那今天就很高興 老師能夠跟我們一起吃早餐 然後帶了我們走 這麼多石缸 還有東西地區的好地方 其實現在看到的都是好山好水 非常好 也希望這片土地可以越來越好 那毕竟今年是921的20周年 我们也几年前因为出了这本书 有机会跟吴老师认识 那地震真的是台湾很大的课题 也希望这样子的灾情不要再发生 那希望大家如果不管是真的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 也能够学习书里面这些妇女们的精神 能够都有更好的方向 更好的发展跟勇敢的面对自己生命的挑战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 然后开启影片下方的小铃铛 可以关注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哦 拜拜 拜拜